入夜後 首都開朗反對總統穆爾西 擴大權力的民眾 和防暴警察爆發衝突 示威者向警員釘石 在解放廣場 大批示威者繼續聚集 公叫反對穆爾西的口號 而穆爾西和最高司法委員會 多名法官開會 尋求快解政治危機 穆爾西同意 修改新憲法聲明 總統只有在涉及國家主權事務的決策 才不受司法機構監管 反對派就揚言 會繼續發起全國大遊行 要求穆爾西全面撤回新憲法聲明 支持穆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 就取消星期二的遊行 避免引發暴力衝突 香港風評電視記者 李可文報導